《 》 學書的年代,即是1985年, 其實在香港, 還是比較主流的就是沙龍, 而沙龍攝影當然有遺美, 即是說什麼叫遺美呢? 要有光去令到它立體, 又要有構圖, 即是說要精心去佈局, 當然它寫不寫實是另一回事, 美是為主的, 而當時的沙龍, 其實也是拍攝很多關於人生活的事情, 但是比較鋪排和擺佈多些, 而當時在我香港, 就是主流是這樣, 但到我去到日本讀書, 我就眼界大了很多, 原來我自己喜歡街拍, 因為我是喜歡紀錄, 當時的真, 即是說當時的真, 沒有擺佈的, 第二, 不一定要光好靚, 但是最重要是將時間和真實表現出來, 原來去到東京, 我發現有兩位大師, 不單止是兩位, 即是代表是兩位, 一個叫做深山大道, 一個就是William Klein, 這兩個在東京都有攝影展, 我去看他們的展的時候, 我啟發了很多, 原來他們拍照的靈魂, 是在於什麼呢? 就是捕捉不同地方人物的生活, 而這種生活是真實的, 還有當時的時間背景, 交代得很好, 那怎樣交代呢? 甚至乎他們利用鏡頭, 對於背景的考慮, 即是說時間、空間, 鏡頭去表達當時的地方, 譬如東京就是東京, 或者是在外國, 或者是在一個戰場, 或者是在街上, 他很清楚地交代了這件事。